这次五一确实不寻常 一个在我07年回来以前 一直有两个黄金粥 一个是五一长假 一个是十一长假 结果我07年一回来 官方就把五一长假给取消了 结果在08年没有享受到五一长假 那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五一长假 都是短的 结果这一次三年疫情 把大家给憋疯了 那么春节虽然人出去了 但是还是不是那么疯狂的 这一次调休 大家出去到处人山人海呀 我要去西安一趟 提前好几天买车票 结果到西安的火车票 所有班次 所有列车 完全的商务一等二等全是后补 那就不可能有票 全部是卖光了 然后有人说这个上海的也是全卖光了 凡是这些大家都去的 警区的全部卖光了 那么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 我也没看太多的 但是这个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放假 这种做法其实我是不认同的 所以呢 这里边有一个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呢就是 这种集中在一起放假 本来春节大家不得不同时放假 这个是传统 这个改不了 但是五一十一 这种大家集体同时放假 通过调休放假 这个不应该应该改 我强烈呼吁 这个官方 把这些假期呢 留给老百姓自己去调节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一起放假 对景区 对交通 都是要么是烙 对吧 完全是成灾了 人多成灾 然后呢 假期一过 那些景区没人了 所以大家过节 过得不痛快 景区呢 本身的经济呢 被这种假期折腾的 你到底是 安排人怎么办 人多的时候爆满 然后限流 哎呀 大家 你想想 好不容易到一个地方 结果限流 不让进去 不让参观 他很失望 但是不限流 那是很危险的 人太多了 而且北京的地铁 哎呀 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 人们最需要的时候 他那个站 封站 你比如说 北京 天安门西 天安门东 一号线 就 通过不停车 然后呢 八号线和一号线 在王府井 或者是在 哦 我还听说在那什么 南罗古巷 通过不停车 人们都要去那些地方 结果他就不停了 因为怕人太多 所以把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过节 过假 度假 这个是不明智的 不明智的 他 人们没有 你想想 这些人们要去的地方 如果人只有 这个高峰期的 十分之一 那么 人们可以 享受这些地方的 好东西 不管是山啊 不管是古迹啊 还是 什么地方 所以 把人都 集中在一个时间 对这些地方 是有灾难 对 交通 不管是公路也好 铁路也好 这个 不管什么 飞机也 高铁 都是 所以 这种呢 做法呢 他 效率其实非常低 我记得 哪一年了 反正是好多 有十来年了吧 我有一次 跟着我弟弟 我们几个 好的亲人一块 我老伴 我们一块去的 这个 酒在沟 十一长假去酒在沟 人山人海 没有一个很好的记忆 虽然自然环境非常美 但是你大多数时间是看人了 你没看自然景色 所以这种高峰期 对这个景区 对我们要去的地方 它的压力太大了 我们需要把这些错开 所以 作为老百姓来讲 当然更好的是自己灵活掌握自己的假期 好多行业 比如说钢铁行业 通讯交通 他们是不能停的 尤其是假期是不能停的 所以这些企业已经积累了很多丰富的 怎么去把人调修 把这个人员安排 让这个比如说高炉不能停下来 高铁不能停下来 通讯不能停下来等等 但是很多其他的企业 他应该能够去把员工假期 让大家自己选择 当然也需要工作 工作需要等等 所以让老百姓自己选择 这么一年合到一起 应该有几乎一周的假期 让他选择什么时候 他要出去要享受这个假期 这是一般发达国家 都是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欧洲美洲日本 所以我就不太懂 为什么我们在中国 在今天的中国 这又不是二三十年前的中国 在一个真的 今天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那么在一个发达国家 应该用发达国家的方法 对待假期 不要把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限 对谁都不好 对个人不好 对交通拥挤 对景区都不好 所以我强烈的呼吁 官方应该把这些假期 交给老百姓 自己去调节 老板跟他的公投 自己调节 好吧 关于五一长假 啰嗦了半天